利息 那你怎样看内房爆炸的突然间 大家一片又看好一点 究竟是否真是那个忧虑 是否现在真的不用担心 内房股还有没有一个直博的空间 我想又未完全去到 不用担心 但是从近日的消息面里面 是感觉上真是乐观一点的 好过你对上星期的感觉还是很紧 或者好像越传越多 很多内房都不行 甚至前几天 全过年世贸本来一向 大家觉得那个财务边是比较稳定 没有碰到红线的内房 都在说财困的问题 所以你说这几天 当然有这样的消息传出来 无疑是对整个板块 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舒缓的 那连带上 刚才你报北水板的时候 也说到就是 昨天都见到北水是重新进入内房 其实这个也挺有趣的 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 北水是比较前占性的 那其实他们进入 是不是真的大家会预期 整个内房的财务危机 似乎真的有些解决的方向 这个无疑都加剧了 这两天的动力的因素 但是当然我自己来说 还是比较审慎一点 我觉得又不止非常负面 因为其实不断强调过很多次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财务危机 又不是会严重到 真的爆到整个内房都不行 连带上火烧 连环算到内人 其他整个金融系统性风险出现 我觉得又不一定不会这样 甚至我们也不想容许这样出现 所以其实过去一路说 不是担心它那么恶劣 但只不过就是内房自己的 债务的问题是怎样处置 或者有没有可能松回一点的情况 这个是真的要进忘的 当然这几天的消息片 就是有点关乎这方面的松绑 一来说 有些都在说 找一些内人去谈 是否可以借钱给内房 或者给他们罚债 甚至日前也在传言 调整三条红线的计划 允许一些可能内房 如果他们是想举债来买同业的资产 但是那些债务就不算在红线里面 这个就会增加了弹性 也有部分令到 因为想买的可以肯去买 而来有需要买 就是可能欠钱 或者财困那些又可以卖得到 那变相是有点舒缓的 但是的确这个我想 现在这一步步看 而而来 你幸好在恒大 不知道每次都还到钱 就是 这钱不知哪来的 整天都没有钱 但到期他永远找到钱 来支付给大家 所以这个又是不定拖着这件事 又不先爆炸 所以暂时的气氛叫做好一点 但是你说跟不跟 我觉得这个就真的好看自己的取态 因为真的要问自己 究竟本身是不是一个 进取型的投资者 就是如果你说 有些人觉得 真的拼这些消息不再差了 反而是好了 继续拼上去炒 始终内房你整理下了这么多 一定有这个炒足的条件 所以偏进取型 或者你很贴是转身的发型 我觉得你少着你参业 ok无防的 但是如果你说 真是本身都不是这一个 我所谓style的投资者 一向都是求稳定的 其实就没必要因为有些消息是好转 而就买下去 因为其实本身撇除那个债务危机也好 其实内房过去本身的走势都不是强的 因为一直以来 你始终都有些调控政策在 二来其实你看到过去这大半年开始 其实内房卖楼都是跌着的 就算不计债务本身的卖楼都在跌着的 其实实际基本的数字 不是特别吸引的 所以我想纯粹这一转 是一些短期性的炒作为主 所以比较偏向 就是进取型会合适多一点 所以首先